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利益 因此常常是趁火打劫 即使是和平的外交手段也充满了诡诈的气息 比如五国向王事件 那么中山国的国君为什么能够与燕赵等大国的国君一起称王呢 他称王之后又做出了哪些令人震惊的举动 而那些看似精明的外交策略 又给这个弹丸小国带来了什么隐患呢 公元前三百二十三年的一天 一个消息从魏国迅速地传到齐国 让齐国的国君齐威王大发雷霆 原来不久之前魏国的全臣公孙衍发起了一个倡议 要联合韩国 赵国 燕国和中山国等国的国君一起称王 虽然魏国提出这个倡议的初衷 是为了联合其他四个国家对抗秦国 然而却让齐国深感不安 而中山国的国君称王更是让他不能接受 其实在当时共同称王的这几个国家里 中山算是比较弱小的 所以中山称王的时候齐国表示强烈的反对 他说中山这样的小国也跟我并肩称王 这对我来说是奇耻大罗 所以他就是不同于中山国称王 况且中山国一直以来都依附于齐国 如果中山国同意五国相王的提议 等于是背叛了齐国投靠了与齐国对立的赵国和燕国 因此齐威王坚决反对中山国的国君称王 声称如果中山国的国君一意孤行 他就要联合其他大国攻打中山国 这下可让中山国的国君慌了神 这位国君名叫挫 几年前才刚刚成为中山国的最高统治者 自从他的先祖中山桓公复国以来 中山国的国势日强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任人宰割 几度被灭的小国了 国势强盛了 挫的野心也膨胀了 能够抛掉弓的称号和其他大国一样称为王 这个诱惑实在太大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弃 可是面对齐国的武力威胁 他又很惶恐 怎么办才好呢 这时候 一位名叫张登的人主动请英 要求带着厚礼去见齐国的国相田英 并且保证说服他支持中山国君称王 他很高兴 立刻同意了张登的提议 面对田英的时候 张登是这样说的 听说齐想要废掉中山的王号和其他大国一起攻打中山 中山国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害怕 必然会取消王号 陈属于赵国和魏国 这可对齐国大大不利 齐国不如现在就支持中山称王 中山国的国君知道之后 必定大喜并马上与赵魏绝交 而赵魏一气之下就会攻打中山 中山国肯定很恐惧 必然会废掉王号 转投齐国 于是齐国同意让中山国的国君称王 接着张登又去了赵国和魏国和两国的国君说 如果他们同意中山国的国君称王 那么中山国就不和齐国一起出兵攻打赵魏 于是赵国和魏国也同意中山国的国君称王 就这样 在几个大国的支持下 中山国的国君错终于可以正式称王了 然而 听闻这一消息的齐威王却觉得自己被骗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赵国和魏国居然真的支持中山国的国君称王 这表明 中山国还是脱离了齐国 转投赵魏联盟 于是齐国圣怒之下关闭了与中山国往来的通道 并且以割地为条件 希望能联合燕卓和赵国一起出兵攻打中山 不过最终 凭借着张登的三寸博烂之蛇 中山国的这场危机被化解了 那么 张登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张登就跟齐王说 就是你如果是割地 让燕罩来攻打我不同意我称王 那么是既割地又损失了自己的利益 还要背上战争的名号 所以呢 您最好是同意我称王 后来把齐国游说动了以后呢 他又去燕罩做游说 说原来齐王跟你们说 给你们割地 然后反对我称王 你看现在 他又反倒先同意我称王了 所以你们就不要再听齐国的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外交策略呢 他在各个国家之间奔走游说 最后其他的国家都同意中山国称王 最后中山国达到了称王的目的 五国相王是中山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中山王错也成为了中山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国君 不过 十年之后啊 中山国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您知道是什么事吗 而这件事又对中山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公元前321年 燕国的国君燕翼王去世 燕紫坏继位 由于重信儒家的善让学说 几年后 紫坏把王伟善让给了相国紫支 自己却北面称臣 这引起了以太子平等人为首的上层贵族的强烈不满 为了消灭旧贵族的反抗 紫支缩时紫坏把朝中俸禄在三百代以上的官员的官印收回 并把他们赶出朝廷 于是公元前314年 太子平等人聚众包围王公 攻打紫支 燕国内乱 让一旁虎视眈眈的齐国欣喜若狂 齐国以平万为名 派大军趁机攻入燕国的国度 而中山王措也派相国司马周亲自率领大军攻入燕国 当然 这并不是中山国第一次趁火打劫 早在公元前332年 中山国就趁齐国和魏国共同进攻赵国的时候 让淮水决堤 围困赵国的城池 使得赵国损失惨重 而这一次罚燕之战 军事才能非常出色的司马周屡屡获胜 最终为中山国赢得了大片头地 为了纪念伐燕之战的胜利 中山王措派人把从燕国抢夺来的青铜器融化 用来铸造中山王措铁足铜顶和中山王措铜方斧 在这两件青铜器的名文上 中山王措宋扬了中山国伐燕的战绩 告诫后代要吸取燕国子枝枝乱的历史教训 并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 随着五国相王和伐燕胜利 中山国的国势一时之间达到了顶峰 中山王措成为中山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国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在中山王措的墓中发掘出了大量珍贵文物 数量众多的青铜器 工艺繁复的挫金银器和制作精美的魔光压滑纹黑桃 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中山国曾经的繁荣 而其中一组童山自刑器的出现 能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 上面是个山 下面是个中 就是中山 也可以说它是三中之国 一共是六件 三人贤器 就是中山王的礼器 中山王权威的标志 在中山王措看来 五国相王 罚焉胜利 是自己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两件功绩 然而 他并不知道 这两件大事在中山国的历史上 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也让他的继任者保偿苦果 那么 这些看似精明的外交策略 到底给这个弹丸小国带来了什么隐患呢 在五国相王之后 赵国的国君赵武陵王曾经发出感叹 无其时 敢处其名乎 他认为 以赵国的实力根本不足以称王 所以自动去掉王号 改称君 然而 中山王措却正好相反 对于称王一事他一直引以为荣 而在他的墓中出土的许多带有王字的器物 也证明了这一点 只是中山国的国力还不如赵国 可中山王措仅仅为了一个王号 不惜断绝与齐国多年的友好关系 实属不至 而在燕国的紫支之乱中 紫坏紫支的行为一直被各国谴责 因此齐国和中山国才打着平乱的旗号攻入燕国 一开始他们的举动被看作是伸张的正义 受到了赞扬 但是很快齐国通并燕国的野心暴露 华夏诸国纷纷表示反对 并且以法无道的名义攻打齐国 而趁火打劫的中山国 同样受到了舆论的谴责和战争的威胁 与此同时 中山国与燕国在五国相王时期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 也因此被破坏殆尽 战国中山国它的国运历经风雨 是几经曲折 所以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 中山国逐渐形成了趋利避害 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 这种外交策略 使中山国可能在短时间内能获得一定的利益 但是它的危害就是缺乏长期的连贯性的外交策略 所以到中山国的后期 它跟其他的国家的关系可以说都不是太好 五国相王法燕胜利 让中山国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 却也为中山国的王国埋下了伏笔 下期国宝档案 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山国最后的岁月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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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